摩托車到派出所前 手裡不知道拿了什麼東西 這是竟然拿出打火機 想要點燃做事朝派出所丟 大批員警衝了出來 將男子壓制在地 場面險些時空 這個汽油彈 就是男子當時手上拿的危險物品 他涉嫌買汽油裝入玻璃瓶 到派出所門口想要點燃 索性沒有成功 及時被警方制止 男子甚至隨身攜帶兩把刀 實在好危險 只是男子到底為什麼 要到派出所前砸汽油彈 對警方懷恨在心 加上男子有酗酒和吸毒習慣 多次到派出所前 做出恐怖的行為 當天酒後情緒失控 自製汽油彈 索性沒有發生意外波及其他民眾 警方將他義公共危險罪偵辦 男子被判兩年 全案還可以再上訴 記者吳國珍高雄報導